大家好,欢迎收看8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为了做好山坡地,水土保持的处理以及维护 并促进土地合理使用 获利县政府从8月中旬开始 在全县召开12个场次的座谈会 希望能够走入社区,面对民众强化沟通,化解分歧 并在法规层面给予完善的协助与辅导 为了强化民众对于山坡地,水土保持的观念 化莲县政府从8月中旬开始 在全县召开了12个场次的座谈会 并邀请到相关领域的专家道场进行经验分享 希望走入社区,面对民众强化沟通,也化解分歧 基本上在部落社区,很容易就碰到自己的一个土地 是在这个山坡地范围 那我们做这个宣导,主要就是要让更多这个社区部落人 知道说自己的土地在山坡地上面 只要你有任何的一个开挖跟开发行为 你一定要提出这个水保计划的一个申请 那到哪里申请,到公所去申请 那很多的这个社区跟部落的这个民众 他会觉得说,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检疫水保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没有关系,那我们也藉由这个12场的一个宣导里面 会告诉大家,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的星期三 有分北中南,都有聘请这个我们的水保计师注点 来为大家服务,只要你对这个整个水保计划的内容散写 你有不了解的地方,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请教我们的一个水保计师 花莲县有89%都属于山坡地 农业处也呼吁民众,不管是在自家或闲置空地 由开挖动工的需求,最好都事先提出申请 才能避免触发也伤了荷包 而这项讲座目前还有9个场次 欢迎有需求的民众,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脸书粉丝专业查询 记者徐立琴,吉安详报导